看看我的小板板 登登 請看 乾敏肌的救星 一招解決全部的問題 哈囉大家好 我是L的編輯婷韻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高培函醫師 換季時刻肌膚缺水敏感 容易乾敏乾癢乾裂 不要擔心 只要有乾敏肌的救星 就可以一招解決全部的問題 乾敏肌的朋友們 今天有福了 我們將要介紹三個法寶 要來對抗乾敏肌哦 首先來看看我的小板板 第一個登登 超級食物自然成分燕麥 大家應該都聽過超級食物燕麥 其實以皮膚科的角度來說 它也是蠻好的保養成分 因為它有很多天然的修護成分 像是燕麥油 它可以加強肌膚的屏障 那燕麥膠可以加強索水保濕 還有燕麥吸氮 可以舒緩那些乾敏的情形哦 緊接著我們要來介紹下一個法寶 益生菌的食物 益菌生 大家都知道 吃益生菌可以保持我們腸胃道的健康 那麼益菌生是什麼呢 其實聽起來很擾控 不過益生菌跟益菌生是不同的東西 益菌生是這些益生菌的食物 它可以讓你這些益生菌的功能更好 維持就是皮膚上 或是腸胃道裡面 維生物臺的健康 如此一來就可以加強我們皮膚的天然屏障 讓我們保濕更好 甚至有一些舒緩乾癢的效果 原來如此 最後呢我們來揭曉今天的終極法寶 好請看 肌膚喝的優酪乳 Avino燕麥高效舒緩保濕乳 它也是許多美國的皮膚科醫師推薦的囉 是的 所以綜合我們剛剛講的燕麥跟益菌生的這兩個概念 那Avino這個燕麥保濕乳的話 它有三重益菌生燕麥的成分 它可以達到就是強化我們的屏障 然後加強保濕的功能 所以非常推薦給皮膚有乾敏乾癢的朋友使用哦 一般我們聽到高效保濕乳液 通常第一個印象就是非常非常的黏力 但是呢這一款燕麥保濕乳 它用起來相當的清爽 而且非常好推開 一點都不黏力 重點是它長達了48小時的高效保濕 如果你是喜歡香氣的朋友 我再推薦一款Avino薰衣草香氛舒緩保濕乳 它一樣含有了燕麥跟抑菌生 讓你在冬天的時候對抗乾敏肌的同時 可以聞到香香的薰衣草味道哦 其實我們皮膚科也很推薦大家 應該要長期使用保濕乳液 因為你每天使用 你才可以加強肌膚的屏障 讓你的敏感情形更進一步哦 感謝高醫師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哦 那如果今天你還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留言處留言給我們哦 那如果有任何皮膚的問題 也歡迎大家來找我諮詢 謝謝大家啊 拜拜 拜拜